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递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认真递过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 跟着希望在动 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我们的手把手教你学SM32系列视频 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讲解的是我们的OV2640摄像头实验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呢 主要是适合我们的正理原子SM3F4系列的开发版 主要就是我们的探索者SM3F4开发版 那么对于我们的正理原子SM3F1系列的开发版呢 不是很合适 那么不过对于我们的战阶V3跟我们的精英版呢 它也是有这个OV2640摄像头实验的 所以这一部分呢 这两个开发版呢 可以参考这一部分的内容 所以部分内容也是可以参考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视频的这个重点参考资料 那么首先我们的这个探索者SM3F407开发版呢 重点参考资料是SM3F4开发指南 那么我们重点参考的呢 是第43这个摄像头实验 这一张是我们要重点参考和查阅的一个资料 那么对于我们的DCMI这个参考资料呢 我们重点是看SM3F4插大中文参考手册 第43章数字摄像头接口 那么这里呢 我们已经给大家打开了 那么第43章数字摄像头接口 这个DCMI部分呢 我们重点就是要参考这里了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OL40的相关参考资料呢 在我们的硬件资料 OL40资料里面就给大家提供了 在我们的硬件资料 OL40资料里面 那么这里提供了四个PDF 在我们的PPT里面呢 列出来了三个 第一个呢 是我们的数据手册 这肯定是重点参考的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软件应用文档 那么这个除始化什么的 这些都是在这个里面有介绍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来自CCP总线的一个介绍 然后这就是这三个 是我们重点参考的 那么在我们光环呢 就有四个 那么还多了一个这个 Hardware Application Node 这个是硬件 利用文档 那么这个在硬件设计的时候 大家要参考 那么我们的OL40模块呢 给大家已经设计好了 所以大家可以不看 那么最后我们这个视频呢 就会分两部分给大家介绍 因为我们这个视频内容比较多 所以呢 要分两奖给大家介绍 首先第一奖 就是我们的这个 给大家介绍 2640的简介 和DGMI接口的一个简介 那么这两个内容呢 就占了一奖视频 那么第二奖呢 就是我们的硬件连接 跟我们的原码讲解 和这个历程测试 这两部分内容呢 也占了一个视频 所以总共分为两个 给大家介绍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视频 我们先来看这个OV2640简介 什么是OV2640呢 OV2640是 我们微检公司生产的 一个四分之一寸的 这个CMOS UXGA分辨率的图像传感器 那么就是1632x1232最大 它是1600 实际上最大是1600x1200 那么就是200万像素 那么该传感器呢 体积小 工作电压低 提供单面的UXGA摄像头 和影像处理器的所有功能 它可以通过这个SCP总线控制 可以输出整帧 直采样 缩放和取窗口等方式的 各种分辨率的 8或10位的影像数据 我们这里用的是8位 不用10位 那么UXGA呢 最高可以去到15帧每秒 那么SVGA就是800x600 它可以去到30帧每秒 那么对于这个CIF 这个是352x1288 就可以到60帧 那么不同的分辨率 帧率就不同 那么用户可以完全控制 图像质量 数据格式和传输方式 所有的图像处理功能 过程包括 这个GAMMA曲线 白平衡 对比度 色度 都可以通过这个SCCP接口 进行编程 那么也就是可以通过 SCCP接口进行控制 这就是我们的OV2640 它是Omni微检公司的一个CMOS传感器芯片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OV2640的特点 特点它是具有高联盟度 低电压 适合低 适合嵌入式应用 然后呢 第二个呢 它就是标准的SCCP接口 前种这个iPhone C接口 它接口比较简单 跟iPhone C差不多 第三个呢 它是支持这个RAW RGB RGB565和RGB55和GBR422 YUSR420和YCPCR422的输出格式 这格式呢 大家可以自由设置 我们一般用这个RGB565 那么它还支持这个USG SX接SV接以及按比例缩小到 从SX接到40乘30的任何尺寸 它这个按比例缩小 这个功能是非常强悍的 这个后面我们会给大家好好说一下 大家可以把一个图片 一个你设置好的尺寸按比例 它里面有一个很强大的DSP DSP可以按你提供的 按你设置的参数输出到任意尺寸 变窄变宽 它都可以输出 或者变窄 这样子都可以 那么它支持自动曝光 自动控制 自动震益控制 白平衡 自动消除灯光条纹 以多自动黑电面校准 等自动控制功能 同时还支持饱和度 摄像 GAMMA 锐度等设置 那么第六点呢 它支持这个图片缩放和闪光单 第七点呢 它还支持这个图像压缩 我们可以输出JPEG数据图像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它可以输出压缩后的数据 这样呢 可以大大降低我们的这个图像的数据流 这就是我们O1640的特点 接下来我们看O1640的时序 那么时序 介绍时序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几个基本概念 那么USGA是什么呢 就是首先是USGA 那么USGA就是分辨率为 1600×1200的输出格式 那么它是最大200万像素 那么同样 还有SXGA1280×1024 以及XVGA1280960 WXGA1280×800 SGA1024×768 SVGA800×600 以及VGA640480 CRF QKVGA等 这么一系列的这种 不同分辨率的格式 我们重点用的可能是这个 跟这个其他的用的比较少 那PCLOK呢 就是像素时钟 那么一个PCLOK 时钟可以输出一个或者半个像素 那么输出一个像素的时候呢 是什么时候呢 是RAW RGB的时候 我们一般用不到 那么输出半个的时候呢 也就是我们要一个像素 要两个PCLOK来输出 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RGB565 RGB565一个像素是两个字节 所以呢 它是需要两个PCLOK来输出 所以这个不同的输出格式 这里PCLOK输出的这个数量也不一样 那么VSYNC呢 就是针同步进化 每一针就会有一个这样的针同步进化 它的这个高电瓶还是低电瓶呢 是可以设置的 那么HIF或者HSYNC呢 叫做针 叫做针同步信号 这个HIF呢 也叫针有效信号 就是针数据有效的时候 它一般是高电瓶有效 就是它如果是高电瓶的时候 就说明这一行的数据是有效的 这是一些基本概念 那么VLOS0呢 它的图像数据输出呢 是通过这个Y9到0 它是有十个位的数据线 那我们实际上用的呢 只用了它的其中的八根数据线 也是八位输出 我们只用了八位数据 这么八位数据它的输出呢 就是在这个PCRK 然后VS1C HIF HS1C的控制下进行的 这个HS1C呢 我们一般不用 一般用的是 我们历程这里用的是HIF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概念介绍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行输出时序 这是最基础的一个输出 那么摄像头它的输出数据呢 它是以行为单位的 那么它输出 比如我们1600乘以 1200分辨率的时候 它每一行呢 是1600个像素的数据 然后呢 它会输出 这里会有一些 1200列 就是1200行 它会输出1200是这样的 然后一行就是1600个数据 总共就组成了1200成1600 等于200万像素 这么一个像素输出 它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概念 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所以行输出呢 是很基本的一个像素输出的一个时序 那么它的输出呢 是在PCRK的控制下 PCRK的上升延 然后在HIF 行有效信号的高电频期间输出的 然后每一个PCRK的上升延呢 我会读一个字节 或者一个像素的数据 那么如果是RGB565呢 它会读两个PCRK的上升延 才会组成一个RGB565的数据 那么它这里的P0呢 实际上是代表一个像素的数据 这里可能有一个TP 或者两个TP 那么这里最大是1599 也就是1600个数据 1600 也是一行数据 那么这就是它的行数的时序 实际上也是比较简单的 在这个HIF的高电频期间有效 然后低电频期间的数据直接忽略 那在HIF的上升延 读取数据就可以了 那么数据是在HIF的 这个高电频的时候输出 当HIF变高以后呢 每个PCRK呢 输出一个字节的数据 那么比如我们采用的是USG 那么是1600×1200 RGB565格式输出 那么每两个字节组成一个颜色 每两个字节组成一个像素的颜色 那么它是低字节在前 低字节在前 高字节在后 这样的话呢 每行输出呢 总共就有1600×12个PCRK周期 输出1600×12个字节 这就是我们的行输出时序 那么行输出时序 这个PCRK时钟呢 最大可以达36兆 那么如果你的MCU速度不够快呢 你就必须降低这个PCRK的频率 把它降低 或者要么你就MCU的速度提高 我们的F4 STM32F4 它是有这个DCMI接口 它是可以36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它是可以支持到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OV2600的帧输出时序 一二十节为例 那么它输出呢 实际上是以行为单位 那么它一帧呢 就有多少个行 在这里就有一个帧输出时序 那么帧输出时序 这里是帧同步信号 VS1C 它是先来一个这个脉冲 就表示这个帧的开始 那么这个帧脉冲是高有效还是低有效呢 这个也是可以设置的 也可以设置成这样的 这是大家可以自己设置的 那么帧输出这个帧中端信号来了以后呢 它会在这么多个TP以后呢 它会这个HREF就会变高 那么HREF变高呢 说明这个行数据就有效了 然后我们在这里们就会有1600个TP 读取1600个像素的这个数据 然后接着第二个行 第二个行 这里是第一行 然后第三行 最后到1200行 这样就完成了1200行数据的这个采集 每一行都有1600个TP 这就完成了一帧途项的采集 这就是这个增输出时序 那么这里看一下OV640呢 它是支持这个RGB565和JPEG输出的 那么它JPEG这个RGB565输出的时候呢 它时序图呢 就是这个图 但是它在JPEG输出的时候呢 它的PCLOK啊 就会大大的钱少 因为它输出的数据就会少很多 而且呢 这个HREF呢 它不是连续的 就不是说一行一行这样 就1600个数据这样的 它是可能是断断续续的 一会有一会长一会短 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JPEG数据是不连续的 这HREF是不连续的 PCL可以大大降低 但同样是在HREF高电频的时候 这个数据才有效 低电源的时候 无效 这个道理是不变的 这个JPEG数据流呢 它是以0XFF和0XD8开头 以0XFF0XD9结束 也就是在这一段区间内的数据 就是一个JPEG数据 如果把这个数据保存为.JPEG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电脑上打开 查看这个图片了 就是它的JPEG输出 我们只要需要找到这个0XFFD8 然后最后以0XFFD9结束 这区间的数据就把它存起来 就可以 存为一个点JPEG 就可以在电脑上打开查看了 同样这个地方 这个TP 这个TP可以是 如果是RAO RGB RAOデータ的话 TP就等一个TP 就等于一个PCLK 那么如果是WARUV或者RGB的时候 一个TP呢 就等于两个TP CLK 这也是8位数据 这是16位数据 这里有一点注意的地方 2640的增速的时序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接下来呢 我们看这个2640的这个窗口设置 那么2640的窗口设置呢 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 它有好几个函数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传感器 窗口设置 那么这个函数呢 是在我们的代码里面有提供 名字叫做OV2640 Windows Set 这个函数名字 那么传感器窗口设置呢 允许用户设置 整个传感器区域的感兴趣部分 那么整个传感器呢 是这么大 那么我们画个图 那么这是整个传感器 的大小 那么我们这个传感器窗口设置呢 就允许到这个里面 我们再开一个小罩 开一个小窗口 这个就可以通过这个OV2640 Windows Set 这个函数来设置这么一个窗口 也就是在传感器里面开窗 就是这个意思了 那么开窗范围呢 从2×2到163 2×1200都可以 那么不过要求这个窗口呢 必须大于我们随后要设置的 这个图像尺寸 也是这个窗口必须大于 这个图像尺寸 那么传感器窗口设置呢 通过这几个计程器 来进行设置 那么计程器的定义呢 大家去看这个2640的 这个数据手册 那么下面的内容呢 大家如果涉及到2640 计程器的呢 也要去看这个手册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 就是这个图像尺寸设置 那么前面是传感器窗口设置 那么图像尺寸设置呢 它的函数名字叫 OV2640Image Size Set 那么这个我们 也在代码里面提供了 那么图像尺寸设置 也就是DSP输出 图像的最大尺寸 也是可以输出的 最大尺寸的一个设置 那么最 也就是最终输出 代表CD的图像的最大尺寸 是由这个图像尺寸设置来决定的 那么该尺寸呢 必须小于 尺寸设置了 这个是这个传感器 这个是我们这个传感器窗口设置 这一步 那么所以它开窗已经开了第一次 开了第一次 开了第二次窗了 接下来它还要开窗 就是图像窗口设置 那么OV2640这个窗口 这是第三个了 这个名字呢 叫ImageWinset 这个我们在代码里面也提供了 函数名字叫OV2640 ImageWinset 那么图像窗口设置呢 其实是前面的传感器 传感器传感器设置类似 和前面的传感器 传感器设置类似 只是呢 这个窗口呢 是在我们前面设置的 图像尺寸里面 再设置一次 这个窗口大小 那么该窗口呢 必须小于 等于前面设置的图像尺寸 那么该窗口设置后的 图像范围 讲用于输出到外部 那么最终输出到外部的 是由这个函数决定的范围 来输出到外部 那么通过51525354557 等这么一些计程器配置 那么这个 这是第三次了 第二 第一次开窗 第二次开窗 第三次开窗 就是这个了 ImageWinset了 然后它还要开一次窗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 这个图像输出大小设置 这个不叫开窗 叫缩放了 那么图像输出大小设置呢 控制最终输出到外部的图像尺寸 那么该设置 该设置将图像窗口设置 所决定的窗口大小 通过内部DSP处理 缩放成我们输出到外部的图像大小 那么也就是我们前面设置的这个 这个尺寸 然后经过这个 这个尺寸 比如是这么大 经过我们这个图像 我们这里画个图 这是前面的这个图像输出窗口 决定的大小 然后经过这个图像输出大小设置呢 我们可以变换成 变换成这个正方形的 也可以变换成扁的 也可以变换成立的 它是会自动缩放的 这个DSP啊 它里面有一个强大的DSP 会自动处理 比如这里是1600乘以1200 我们把它输出到这里来 变成480乘以800是可以的 这样的话呢 图像就会拉的很长 就会变形 那么也可以变成其他的 320、240、240、320也是可以的 这就是它的图像 这个压缩 这个图像输出大小设置所决定的 就这个来决定 这个输出的大小 是480800还是20320 它实际上是一个图像的变换过程 它不叫开窗的 应该是叫图像的变换 那么缩放成 我们输出到外部的图像大小 该设置呢 将会对图像进行缩放处理 那么如果设置的图像 输出大小不等于 这个图像窗口设置的大小呢 那么图像就肯定会变形 那么图像就会被缩放 那么只有当两者设置为一样大的时候 输出比例才是1比1 或者设置成长宽比例 是对应的比例关系是一比 就是对应的比息关系的时候呢 也是可以不变形的 就按比例缩小 或者按比例缩大 那么如果 如果它的比例不协调 那么就会变形 那么图像输出大小呢 是通过5V5比5C 这么几个计程器设置的 介绍了这么多 我们来看一个示意图 帮助大家理解 这个图像输出窗口 设置示意图 那么首先 我们的传感器 这个OV2600的传感器 它的分辨率是这么多 那么也就是这个 这个黑圈圈 就是我们整个传感器 的大小 那么接下来 第一个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OV2600 Windows Set 设置这个传感器窗口设置 这个函数来设置这个窗口 也就是在我们的传感器里面 先来开第一次窗 这个窗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用这个图像尺寸 设置图像尺寸 这个OV2600 Medisite Set 这个函数 在这个传感器窗口里面 传感器窗口里面 再来设置一次 这个尺寸 这个尺寸是可以自由设置的 设置完这次尺寸以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函数 OV2600 ImageWindows Set 就是图像窗口 就是这个 可以用来设置这个尺寸 比如设置到 1600×1200 那么最终输出呢 我们还会用到一个函数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这个OV2600 Outside Set 就是把这个变换成 这个输出来 我们图像最终输出大小 只有这个来决定了 有他们两个决定 那么图像的输出大小 由DSP 根据图像窗口 确定图像大小 进行缩放输出 那么输出分辨率呢 可以随意设置 这个就大大方便了 我们的使用 比如我1600×1200的屏 我应用在 480×800的屏幕上面 我就直接利用这个 OV2600 Outside Set 这个函数就可以很方便的 使这个1600×1200 压缩到这个480×800 来填满我们整个屏幕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图像输出的一个示意图 就很简洁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这些函数的这个具体的作用 大家好好理解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这个ATK OV2600模块的介绍 ATK-OV2600模块 设像头模块呢 是Anytake生产的一款 高性能的设像头模块 那么实物图呢 如右图所示 这是我们的ATK-OV2600 设像头模块的实物图 那么通过2x9的18根排针 引出这个控制线 然后它的最新版本是1.2 ATK-OV2600模块具有如下特点 你支持RGB565和JPEG数据输出 支持最大USGA的分辨率输出 也是200万 那么支持图像任意收放 也是前面我们介绍的这个 output size set 这个函数就可以实现 这是它自带的DSP功能 来决定的 那么自带24兆有缘精证 无需外部时钟 然后自带稳压电路 那么接3.3V就可以工作 我们只需要给它供3.3V就可以了 自带感红外镜头 带绿光片 带绿光片的话呢 它色彩就可以鲜艳 而且可以手动对加 这带绿光片的好处呢 就是色彩鲜艳 如果不带绿光片呢 这色彩就会淡很多 所以一般要用带绿光片的这个颜色 鲜艳很多 那么还可以手动对焦 我们焦距呢固定是3.6V 但是我们对焦呢 可以手动调节这个镜头 来旋转它 就可以进行对焦 那么体积小小 只有27乘27毫米这么大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2640模块的原理图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OVA640的芯片 一个BGA的这个传感器芯片 然后这个电路呢 是参考的这个硬件设计里面的一个电路 那这里呢 它核心电压是1.3V 我们这里采用这个芯片 然后稳压成1.3V 把3.3V稳压到1.3V 那这里还有一个2.8V的电压 也要通过这个3.3V转出来 然后这里有一个24道的有源金震 提供它这个金震 提供它这个XVCLK 那这边呢 就是我们的对外接口了 也是通过这个PE接口 跟外部对接 连接出来的信号呢 有D0到D7 D0到D7 然后还有复位 有效信号 然后真中端信号 然后就是SCCB的 SCR跟SDA 还有一个提供这个 Powdown模式控制的 引脚 以及一个NC 就是没用到的引脚 这是我们的这个原理图 大家注意一下 它有10根数据线 但是我们接8位的时候 就这么连接的 从Y2接到Y9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ATK-OV2640模块 所以是2640 模块的这个对外接口 那么它的对外接口呢 是有18根线 那么最后这根线没用到 第一个是GND 第二个呢是VCC 然后接下来就是SCL VSL YNC是真同步信号 然后SDA 就是SCCB的数据线 HRIF就是行参考信号 也是行有效信号 这D0到D7呢 就是它的数据线 然后还有复位信号 然后还有它的相受时钟 以及这个掉电模式 使能这个引脚 那么这里注意有个印 就是表示输入信号 Alt表示输入信号 Alt表示输入信号 Alt表示即可输入 也可以输出的这么一些信号 那么它总共呢 就是通过 实际上就只有中间 这么一些信号 来控制我们的 2040这个模块 除了这三根 还剩下15根线 接下来我们看 ATK-OV2640模块的初始化 主要是看一下MCU 怎么去初始化 我们的ATK-OV2640模块 我们首先呢 要初始化MCU 跟这个2640相连的 这个IO口 第二步呢 我们是要给 这个2640上电 然后PowerDun 那个引脚 要控制一下 然后并复位我们的2640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读取一下 这个2640传感器的ID 来判断 我们的2640是不是好的 这一步呢 不是必须的 可有可无 那么再读取 出来这个ID以后呢 我们执行这个初始化序列 那么这个初始化序列呢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把整个这个2640的工作模式 各种寄存器壮大进行配置 它有一百多个寄存器 需要配置 所以我们就 不会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每个寄存器的作用 大家到时待会 最后我们讲圆满的时候 会给大家 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初始化序列 它是一堆的寄存器 以及对寄存器的值的设置 这些配置呢 基本上都是由 这个Omini Vision公司呢 它提供的 我们如果自己要研究的话 就是很头大的 几百个寄存器 随便拿个配置错了 有可能就出问题了 所以直接用官方现成的 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用现成的 那么执行完初始化序列以后呢 就很简单了 就可以完成初始化了 就可以正常的用我们的OV2640模块了 那么说起来的话 它是很简单的一个过程 只是这个初始化序列的配置呢 这里呢 就是比较复杂 但是不深入研究的话呢 就直接用官方的配置就可以了 这就是它的这个模块的初始化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MCU 如何去读取ADK-OV2640模块的图像数据 这个读取过程 那么它首先还是一样的 等待这个真同步信号 就根据我们前面的那个输出时序图 等待真同步信号 等待到了真同步信号以后呢 我们就等待这个行有效信号 违高电频 也就是HIF违高电频 这个时候输出的数据才是有用的 然后我们就等第一个PCLK 始终的上升延 等它的上升延 然后读取第一个像素的D字节 然后再读取 等待第二个PCLK的上升延 这个MCU都是主动等待这个PCLK的 然后读取第一个像素的高字节 第一次输出的是D字节 第二次输出的是高字节 所以第二个PCLK来的时候 读取的才是像素的高字节 然后再等待第三个PCLK的上升延 然后读取第二个像素的D字节 又是D字节开头了 然后呢 再等PCLK读取第二个像素的高字节 然后循环读取剩余的像素 就不停地给PCLK 不停地读取这个PCLK 不停地读这个时钟 读这个数据 最后呢就结束了 这是我们这个OA2640模块的 这个图像数据 接收读取这个OA2640图像数据的过程 实际上也是比较简单的 等待真中段 等待HIF为高 然后就在PCLK的上升延 读取数据 每一个PCLK上升读取数据 读完这些数据以后 就完成了一帧数据的采集 这就是这个OA2640摄像头模块的 这个数据的读取过程 接下来我们看DCMI接口简介 首先什么是DCMI 那么DCMI呢 是STM3F4芯片自带的 一个数字摄像的接口 也是低机者 camera interface 那么该接口是一个同步并行接口 能够接收外部8、10、12、14位的 CMOS摄像头传感器发出的 高速数据流 那么它可以支持的 不同的数据格式 比如ICPCR422、RGB565 主行视频和压缩数据 JPG数据 那么DCMI接口呢 可以接收高达54兆 字节每秒的这个数据流 这是很高的数据了 那么该接口呢 包含多达24条数据线 第0到第13 和一条像素时钟线 PIXCLK 那么像素时钟集性呢 是可以编程的 因此可以在像素时钟的上升员 或者下降员捕获数据 这个是可以设置的 这就是我们DCMI接口的一个简介 那么接下来看我们DCMI接口的特点 那特点第一个呢 它是支持8、10、12、14位的并行接口 第二个呢 它支持这个内线码 外部航同步和真同步 等这么几种同步方式 然后呢 它还支持连续模式和快照模式 然后它支持这个裁剪功能 然后它支持这个数据格式呢 包括80、12、14位的足航视频 单色或者原始的by格式 然后YCPCR422足航视频 RGB565足航视频 这个我们用的多 然后RGB这个JPG数据 这个我们也可以用 这是DCMI接口的特点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DCMI的信号 SDM3F4的DCMI接口呢 包括无效信号 那么首先呢 它的数据输入 有D0到D13 这14条数据线 接摄像头的数据输出 对于我们的2640来说呢 它就只有8条 就接我们的D0到D7就可以了 然后它还有水平同步 也称之为航同步 输入HSYNC 那么接摄像头的呢 这个HSYNC或者HIF信号 很有效信号 那么垂直同步信号 也称厂同步 它的信号名称叫VSYNC 那么同样是接摄像头的VSYNC 也是我们的真信号 那么还有一个像素时钟输入 PIX CLK 那么接摄像头的PCLK信号 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DCMI的一些信号 这是我们的DCMI的一个原理图 它的信号呢 包括D0到D43 HSYNC DCMI VSYNC 以及这个PIX CLK 那经过同步器 它数据提取 那么它还有一个FIFO 和数据格刷器 那这里是总线DMA 看起来就比较简单 这就是我们的DCMI信号 简介 接下来我们看DCMI的信号说明 那么DCMI接口的数据呢 与PIX CLK 也就是PCLK 保持同步 那么并根据像素时钟 即兴 在像素时钟的上升员 或者下降员 发生变化 也是个数据 在上升员 或者下降员读取 那么HSYNC 或HIF信号呢 只是这个行的开始 或结束 那么VSYNC信号呢 只是真的开始 或者结束 这就是它的 一个简单的时序图 那么这个图中呢 对应的设置为DCMI PIX 在下降员捕获数据 可以看到 它是下降员的时候 那 在下降员的时候 读取这个数据 这个数据是稳定的 那么DCMIHSYNC 和DCMIVSYNC呢 都有效状态为1 这里这个有效状态 大家要好好琢磨一下 这里的有效状态 实际上是对应的 是指示数据 在并行接口上 无效的时候 HSYNC和VSYNC 引脚上面的 引脚电瓶 那么也就是 这个数据 无效的时候 这个VSYNC和HYSC HSYNC的电瓶 就是所谓的 有效状态 那么它 都是这为1的时候 也就是说 这个数据 无效的时候 那么这个 HSYNC是1的 就是这一段时间 里面的数据 是无效的 以及这一段时间 里面的数据 是无效的 这个有效数据 这里已经 这个有效状态 一定要好好理解一下 它是指数据 无效的时候 HSYNC和VSYNC 信号的电瓶的 的电瓶状态 这里都是 低电瓶的时候有效 所以这里设置 它的有效状态为1 这个地方 大家也好好理解一下 实际上是一个 反过来的一个概念 理解了这个 那么剩下的 就比较简单了 下降研 读取数据 那么上升研 这个数据就变化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 一个图 就可以看明白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DCMI数据的说明 那么DCMI 接收到数据以后 它是存储 在这个DCMIDR 这个计存器里面的 这计存器 它是32位的 那么我们接ATK-O1640 这个模块 采用的是8位数据宽度 所以每四个像素 时钟才会捕获完 一个32位数据 也就是每次都要 收到四个PCLK 才会把这个DCMI DR给填满 那么第一个字节 存储在LSB位置 第四个字节 存储在MSB位置 也是低字节 存储在最低 那么低字节在前 高字节在后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DCMI 存在这个 低压计存器里面的 这个规律 0 1 2 3 存储这个四 四个字节 组成一个32位的数据 存在这个低压里面 然后低字节在前 高字节在后 低字节在前 高字节在后 这么一个规律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DMA说明 那么DCMI呢 它是支持DMA DMA传输的 那么当DCMI CR计存器中 CAPITAL位置 自一的时候呢 激活 这个DCMI 接口 激活这个DMA 接口 我们设算的接口 这个设算的接口 每次在其 计存器 DCMI 低压中 收到一个完整的 30A数据 快的时候呢 都会引发一个 DMA 请求 那么由DMA 将DCMI 低压 计存器里面的 词呢 搬运到目的地址 那么目的地址 可以是LCD 或者是RAN里面 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 这个表 这个DMA 我们这个摄像头 这个DCMI的DMA呢 它是在挂在这个DMA2上面的 它是请求 2的DMA 这是DMA2通道1的数据流1上面 这是我们的DCMI DMA这个通道 那么DCMI的DMA请求呢 是印象在DMA2通道1的数据流1上面的 所以配置DMA的时候呢 就是应该配置这个DMA2通道1数据流1 这一个这个数据流 那么另外呢 那如果是直接DCMI到DMA到LCD的传输方式的时候呢 因为LCD我们的位宽是16位的 RGB565 而DCMI呢 是32位宽的 所以呢 一次DCMI引起的这个DMA传输呢 将会引发向LCD写两次数据 这个这个大家也应该也好理解 就是一次DMA传输 它会引发这个LCD写两次 因为它位宽不一样 这是我们这个DMA的一个说明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说明 首先我们的DCMI的模式 DCMI模式呢 它支持连续模式和快照模式 那么我们一般是采用连续模式 这样的话就不停地把摄像头数据传输到我们的这个屏幕上面显示 那么同步方式呢 DCMI支持内线码同步和硬件同步两种同步方式 我们一般采用的这个是硬件同步 那么还有它的硬件同步模式下 使用的两个同步信号 也就是HS-1C和VS-1C 根据摄像头模式的不同呢 有可能在水平或垂直同步期间内发生数据 由于系统会忽略 HS-1C和VS-1C信号有效电平期间内介绍到所有数据 HS-1C和VS-1C信号呢 相当于这个消影信号 这是一些其他说明的模式 我们应该怎么设置 同步方式 我们应该怎么用 等这么一些介绍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这些都了解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寄存器简介 那么DCMI的寄存器呢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CR寄存器 这个控制寄存器 DCMI控制寄存器 那么它的位描述呢 在这里只有D14位有效 而且12、13还是保留的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它的最低位 Enable位 首先来看到第14位 Enable位 它是用于设置是否使能DCMI 在使能之前呢 必须将其他配置设置好 也就是在DCMI 这个Enable使能之前 其他的这些位啊 最好配置好 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FCRC10 这两个位呢 用于控制帧率 那么我们捕获所有的帧 所以这里设置为0就可以了 它可以跳帧 比如我们第一帧 第三帧 第五帧 这样子去采集 我们所有的帧都采集的话 就直接设置为0就可以了 VSPOL 用于设置这个垂直同步极性 也就是这个VS1C引脚上面 数据无效的时候 电瓶状态 注意 是数据无效的时候的电瓶状态 那么我们VS 根据我们前面所说的 我们的VS这里设置为0 也就是这个数据无效的时候 VS1C信号这个引脚 它是0的 有效的时候是靠电瓶的 这是VS1C 这里又来一个增重弹 这样子的一个信号的过程 那对于HSPOL 也用于设置水平同步极性 也就是HS1C引脚上面 数据无效时的电瓶状态 同样应该设置为0 因为我们的HIF是高电瓶有效的 所以这高电瓶有效 这段期间内有效 所以它应该设置为0 这是HSYNC 那么它同样是数据无效时的电瓶状态 设置为0 所以这是无效时 那么PCKPOL 它这个就是用于第五位 前面是六七十四这几个位 还有八九位 PCKPOL 就是用于设置这个像素时钟即性 我们因为前面介绍是用上升员捕获 所以它设置为1 设置为0 就是下降员捕获 CME用于设置捕获模式 我们采用连续模式 所以设置为1为0 如果是单次捕获 那么快照模式就用1 那么CAPTOL 用于使能捕获 只有在这个位使能以后 这个DCMI才会捕获数据 那么我们设置为1 该位使能以后将激活DMA 那么DCMI等待低震的开始 然后生成DMA请求 将接收到的数据 传输到目标传输器中 这一位一般是最后设置的 我们CAPTOL 必须在其他位 所有位配置完成以后 才使能这里包括DMA 也是我们的DMA 必须先设置好 再来使能CAPTOL 你接下来看第二个继承器 也就是我们DCMI的中段 使能继承器 DCMI RER继承器 你这个继承器 有5个位有效 我们只介绍这个位 Fran EUA Fran EUA 是表示补获完成中段使能位 实际上就是真中段 那么我们在JPEG数据的时候 需要用到真中段 所以这个地方是这唯一 那么每一次真中段来 就会进入我们的中段 这就是我们的继承器介绍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DCMI接口的初始化流程 首先我们是要第一步 是要配置相关的引脚的 复用功能 使能DCMI的时钟 要用这个DCMI 首先要使能DCMI时钟 所有的外设都是一样的 这个没什么好多说的 其次DCMI接口的相关引脚 应该配置为复用输出 以便连接这个ATK-OV2640模块 所以这个相关引脚 比如D0到D7 VSO1C PXCLK这些引脚 应该配置为复用输出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就是DCMI的工作模式 以及PCLK HS1C VSO1C 等参数的设置 那么DCMI接口 我们使用的8位接口 连续模式 根据这个OV2640模块的 输出时序图 应该设置 PXCLK的上升延有效 然后HS1C和VSO1C 为低电频有效 注意这个有效 这个有效电频 实际上是 这个数据无效的时候 的电频状态 这个地方大家好好理解一下 前面我们也重点说了 那么同时呢 还需要设置这个真装弹 因为JPEG 数据采集的时候 需要用到 第三步 我们就是要设置这个DMA 那么DCMI数据呢 我们一般采用DMA来帮运 所以呢 设置好DCMI相关参数以后呢 就要设置DMA 以便这个数据采集 最后 启动DCMI 设置这个DCMI 这个CR继承器的最低位 唯一 那么就可以启动DCMI的 捕获图像数据 这就是它的出车流程 看起来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我们关于这个 OV2640跟DCMI的接口 这个简介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那么我们下一讲 再给大家讲硬件连接 和我们的这个原码 以及历程测试 谢谢大家